早餐 嗨 各位 現在是我剛回到紐約的第三天吧 我已經上班三天了 其實還是有點時差 我們今天趕下班 現在要去找大表姐吃飯 因為要昨天過生日 昨天跟大叔過 今天想說跟他吃個飯 順便給他我的Neverland 然後趁這個機會 我想跟他cutch up一下 因為我現在也在經歷一些無敵霹靂大爛死 當你覺得今年已經不能再更糟的時候 他可以喔 好 但沒關係 反正關關難過關難過 爛是有他發生的原因 但我們也總是有度過他的方法 OK 但我工作還在 先跟大家講一下 以免大家以為會被開除什麼的 沒有沒有沒有 工作很好 工作很好 今天要來吃大呼 幹嘛 飲衣服囉 恭喜你囉 希望大叔會喜歡 希望你業績 長紅 馬上賣光光 剛剛這影片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不用擔心 有沒有賣完 為什麼都要出來 影片嗎 很久之後吧 吃完了 現在已經有個秋天感了 天黑越來越早 對 現在很早 然後還有點 再過不久回家的時候是晚上 很讓人難過 台灣難過 我還不夠難過嗎 大家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我剛剛update完我的爛時 爛不爛 很爛 你最好是有跟觀眾update 我不會跟他們講 這輩子有機會再跟你們說 但目前是還好 沒有很想跳 好啦 我們要回家了 掰掰 哈囉 哈囉 好久不見 穿這麼多 很冷耶 穿冷 好久不見 我來送衣服給您了 請你現在馬上打開 挑一個顏色穿起來 然後參與我們今天的行程 所以我只能挑一個顏色嗎 沒有啊 這都是你的啊 我就說你今天挑一個 我只有送他的衣服 因為他很不適合戴帽子 他戴什麼帽子都不好看 所以我就覺得 謝謝 也不會幫我加分 為什麼你家出現這麼多臉跟身體啊 我回台灣一趟 他家出現好多奇怪的東西 你們看這什麼 兩張臉 然後後面有一個 我剛以為這是吐司 就是在一個看書的人 怎麼樣 很好啊 很肥 是不是 喜歡吧 喜歡 送你囉 謝謝 我用這個華航的袋子來裝給他 裡面有很多 林仲賢 我搭飛機的時候 他給我一整袋的米果 然後我覺得這個在家裡真的太恐怖 一包一包直接吃 所以就抓了幾包來給你 這什麼 為了我自己好 這真的很好吃 好多包 這不能放在我家太多 我每天都會抓兩三包來吃 我覺得很恐怖 給你配酒 好 我們出門了 你跟大家說現在要去哪 要去喝酒 哈哈 講得像氣體 要去一個新開的 Omakase 後面的一個日本 Speakies 發現了一家新的日式酒吧 位子好像很小 然後剛好我現在非常想睡覺 去喝杯酒醒一下也好 那就走吧 你帶我來這什麼地方 我們剛剛經過了大概三四個門 每個門打開都是一間日本料理店 然後一間比一間高級 剛剛經過那個Sushi的時候 每個人都看著我們很好看 對 每個人都穿得很nice 很像那個The Menu 對 對 恐怖喔 太傻了 我現在冰箱有點緊張 我等一下會被砍掉嗎 好暗的 不知道你們能不能看得出來 他點了一個old fashion 然後他用了很好的威士忌 就是PPT 然後是一杯三三塊美金 就是他剛剛喝一杯台幣一千多塊的酒 都來了 喝給大家看 一定好喝的啊 開什麼玩笑 你們看奇不奇怪 要離開也要經過這些一層一層的關卡 謝謝 你一個人走得出來嗎 應該走不出來吧 嗨 各位今天是星期天 我們就要去找Albert跟Todd一起喝咖啡 然後我們約在Windsburg 喝完咖啡之後呢 我們要去Albert跟Charlie家 看他們心靈一樣的狗狗 是一隻從台灣飛過來的台灣犬 因為他剛來的時候那時候在忙 然後緊接著回台灣了 所以一直沒有機會見到他 我一直從大家線路上面看到 是一隻很活潑的小朋友 所以我很期待見到他 那我們就出門吧 我們會玩咖啡 但是因為我今天整天沒有進食 所以我們現在決定來買個Pay Street P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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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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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a Po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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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大表姐也會來 我們就一起去吧 哈囉 哈囉 已經坐在裡面了 我剛剛 intro有說 大表姐會來 去給大家看你本人多可愛 嗨 嗨 好可愛喔 哇 今天吃紅桌 今天天氣超爛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雨 有多大 風有多大 嗨各位 今天是星期六 成如大家所見的 今天的天氣非常差 現在氣溫大概是14-15度 就是台灣的冬天 剛剛不是有拍給大家看 結果沒在下一個大雨 可是你也知道上班族的週末就是很重要 不管天氣再差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找樂子做 然後我覺得最近呢 在這種天氣下面 很容易會讓人覺得有點鬱鬱寡歡 就是因為秋天要來了 我是一個不喜歡秋天的人 雖然秋天很舒服 可是我就會覺得 短暫的秋天過完之後 就會迎來很長的隆冬 所以我不喜歡那種 這個結束之後 有一個更糟糕的東西 會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自己 真的沒有很喜歡秋冬 但是呢 日子還是要過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安排了一系列 療癒的行程 在這種很爛的天氣 我們要怎麼boost我們的心情 所以我現在就是準備要出門 先去馬克家放東西 我今天還帶了一套衣服 我們今天行程很好玩 就是我們現在要先去 他前幾天傳給我一個新開的咖啡廳 下午我們要去上一個舞蹈課 馬克跟Sean已經上了兩個禮拜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玩 他們上的是那個SOMI的FAST FORWARD 就是最近很紅的舞 他們想說 反正天氣那麼差 心情那麼差 那何不去跳跳舞呢 所以我就說 欸那我這裡不要要去 他們說好來來來啊 所以下午的時候有一個舞蹈課 上了舞蹈課之後呢 我們要去看展 去那個Guggenheim Guggenheim博物館 因為今天禮拜六晚上是 Pay as your wish 就基本上就是 你要付多少錢都可以 所以我們就想說 趁那個最後營業的那個小時時間 很沒有文化去逛逛展 最後行程可能就是找個吃飯喝個酒這樣 把這個天氣很差的星期六最大化 那我們就一樣 廢話不多說 一起出門囉 HELLO 是蟑螂屋嗎 幸好是二樓 你確定嗎 不是你家去了嗎 你跟大家說你剛剛去幹嘛 去ACTING CLASS 你的行程太直接跟大家說 ACTING CLASS 表演課 表演課 畫劇課 表演課 表演不是Performance嗎 ACTING 演技課 然後你今天下午要幹嘛 跳舞 那你的出道率是什麼時候 太晚了 高齡出道 你有在好好當律師嗎 有啊 有嗎 真的有嗎 表演課也可以 改善律師的技巧 嗯 扣菜 OKOK 我剛剛為什麼說他們家是蟑螂屋 就是因為他們這邊可以report 你家有什麼蟲蟲的問題 然後這個二樓就說他們家有漲蟲 好大雨 大家有看到魚有火大嗎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喝咖啡 就像我剛剛出門前講的 雖然天氣很差 我們還是要把行程走好走慢 但是這個天氣已經大到我 有點想取消什麼行程 所以這就是你們那個韓國的香水店 現在韓國的店面文化 不是就是什麼東西都會有咖啡 他們就是把這個文化帶過來 所以這邊在賣香水的蠟燭 那邊就是咖啡廳這樣 小馬克的才華就是他可以在紐約 找到所有韓國元素的一切 我們剛剛在天下店 聞了一些香有點聞太久 沒有注意距離舞蹈課時間 已經不到半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個大雨中 要前往我們的舞蹈教室 然後這一切其實蠻浪費的 我好討厭下雨天 嗨各位觀眾我們到了 距離上次我踏青龍島教室 是去年的4ever 1 不知道你們大家記不記得 再來一次是我自己選的Shutdown 是從那次說我就沒有在跳過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還可以退步到哪裡去吧 Let's go 1 2 3 4 5 6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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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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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 我们吃完了火锅 现在回到家了 我早上出门前有说过 为什么我很讨厌秋天 那种下转秋啊 然后天气开始变冷 今天又下一整天打雨 你们今天跟我说一整天都知道这一天有多让人狼狈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日子呢 就很适合好好的来 给自己一个疗愈的晚上 好好让自己慢下来 花一点时间跟自己相处 我觉得晚上睡前呢 unready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 好好的卸妆 卸下我们今天出去经历一整天的雨啊 灰尘啊有的没的 好好的一起把它卸掉 讲到这边我就要提到最近我的卸妆小帮手就是 直春秀的山茶花精脆奢养集的盐有 是他们卸妆家族中最顶级的版本 它从原本的山茶花子升级到整朵的山茶花 有保养的成分 从山茶花的花子到花瓣 附有丰富的Omega369脂肪酸 满满的精华导入 卸妆的同时也在保养 大家看我现在其实已经用了一点了 就是我最近就出门如果我有化妆的话 我回来家里卸妆都是用这个 好了这就是我卸完妆素颜的样子 本来我是真的不相信这个结缘有什么保养功能 就想说卸妆油我就卸妆油了 但是因为我最近事情比较忙 然后你也知道看到开头就是有些心事 看起来状态就有比较差 可是我已经连续用这个好几天 其实我虽然平常上班不太化妆 但我可能还是差一点防晒 我回家还是用这个卸一下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觉得我最近皮肤素颜的时候 是真的平滑很多 我以前可能比较蜡啊上面很多颗粒感 现在都其实有比较改善 然后整个脸看起来就比较亮一点 用这个结缘油卸妆真的很保湿 又不会拉扯皮肤 那我之前皮肤比较干的时候 可能就是眼下会有些细 或是发令我会比较明显 因为我回美国前我再去eyce machine 做一次眉毛就把眉毛补个颜色 所以我现在眉毛看起来很浓 但是我平常化妆的话其实就是只有上底 或是遮瑕 把黑眼圈遮掉跟补一些眉毛 但最近可能眉毛就比较不用 如果你平常没有什么卸妆需求的话 也可以搭配他们同系列的三角花洗面乳 像大家看到我今天早上出门前 就是用这个洗脸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推荐给大家的 好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以上介绍的话 就欢迎点开下面的资讯栏 就可以领取三角花家族的试用包哦 让我们一起卸妆卸出好肤质吧 那我们影片就继续看下去咯 嗨各位看到这个熟悉的街景 应该知道我们要去哪了吧 没错 我们要去找Ivan剪头发 因为我回来三四个礼拜 我是觉得该修一下了 而且我的Vlog里面如果没有剪头发的话 你们看的会习惯吗 嗨嗨 好久不见 好好看耶 我觉得我真的可以不用再留场了吧 我觉得是啊 之前就是一直叫你的肩短 真的任何发型师只要看到我都很想要把我剪短 然后我刚才进来他说你想要怎么剪 我说我想要就是继续留短髮 然后他就这样眼睛已亮 他说好你终于要剪了 好啦那剪完了 我现在又要去运动了 掰掰 嗨各位今天是礼拜五晚上 我们现在刚下班运动完 我跟你们说我今天纽约下了一整天的大暴雨 然后外面就是整个大淹水 今天那场雨等于把纽约瘫痪了 今天早上我其实本来又出门 一出门一到地铁站 我就觉得这个雨感觉不太妙 所以我就马上吃了饭回家 立马当下决定我要work from home 结果果然在我决定回家 开始工作的一两个小时之后 所有的地铁基本上就都停摆了 很严重的台风天那种概念啦 但现在看起来雨已经停了 我们先要去的地方就是那个 女卫非常红的一个bar 叫做Double Chicken Please 跟Todd Sean 其实我去年应该影片里有拍过 就有跟马克去过一次 但其实我之后去了很多次 他们炸姐很好吃 挑酒也真的很好喝 通常那个地方都要大排长龙 要等很久至少两个小时起跳 但是今天天气那么差 我觉得也许可以碰碰晕起 马上你就可以walk in 说不定 那我们就出发吧 OK 大家可以把我刚刚在家里讲的那些 我都忘掉了 因为Double Chicken Please 那的wait time要4 hours 像刚刚就很激烈的 在附近找了另外一间餐厅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往那边移动 然后我刚刚就自作聪明想说 好像没有在下雨了 所以我就没有拿雨伞出来 结果好啊 现在开始下啦 我刚刚一路上走过来发现所有的餐厅啊 那些club啊 或是什么什么 DX的那种店都还是大排长龙 所以这事实证明了什么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阻挠 让我们纽约人enjoy他们的Friday night 嗨 乾杯 你要跟大家说你是第一名盖人吗 我们刚刚在那家餐厅一点都没有吃饱 我们现在四个人每个都还是很饿 这边就是离兄姐上班的bar很近 我们就决定要去那边蹭饭吃 而且那边吃草泡面跟水浸 然后刚刚Tad还让我做了一个测验 他们刚刚聊天聊到一半 他说他是很高敏感人 然后我就说我讲好像也是耶 因为我常常在一个聚会结束之后 夜深冷静的时候 我会突然这样 我刚刚讲那句话是不是会让那个谁谁谁不舒服 然后我就说我会有这个情况 他就说他也会 他就给我一个网站 还做那个高敏感人还是地名感人的测验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应该是高敏感人 就测出来 而且我刚刚估计他的分数大概100分多 他说我猜你应该100分 因为他120几 只要超过60就是高敏感人 就这样测测测就按下去 猜多少 guess what 40 超低迷 就是我根本是个超低迷的人 你就是白目一男的代表 我知道这段对焦很烂 但他就当做我就算了 就这样吧 你的镜头跟你一样低迷感 姐姐来了 哇 要多喝一点吗 我吃很多耶 Net sellers 好 etwas 太棒了 哈哈哈 嗨各位 现在隔天了其实已经下午了 因為歐大樹醉 然後我早上起來又是覺得我要死掉了 跟大家講一下我們今天的行程 我們今天行程就是下午2點多左右 在我們家附近有一個bar 它的主題就是那種seapop 華語音樂的一個酒吧 然後今天好像有一個台灣esewhatever 會有一些台灣esedrag queen會去表演 所以我們今天下午本來就是有這個行程要去 但是中午呢昨天的原班人馬加了一兩個朋友 本來約好在去這個drag show之前 要去吃brunch 然後我今天早上因為真的太想死 我就跟他們說我可以不要去brunch嗎 我下午直接去那邊跟你們回合 其實好多了 早上就只是很需要一些時間在那邊 跟自己相處然後接接酒 我接酒的方式就是喝一些非常不健康的東西 就是一些奶類的東西 加上一些非常高油脂高熱量的最好的接酒方法 就是喝那一堂堂水水嘛 但我今天早上沒有就是買了一個bago加cream cheese 但是這種東西呢又會讓我臉過敏 所以我就是在活一個非常荒唐不照顧自己的周末 但又怎麼樣 講那麼多你們喜歡我這張巨蟹迷的敘述 我們一定的行程就是手嘛 我自己是覺得我每次都要交代清楚 你們才知道我要去幹嘛 對嗎 那他們現在就是已經吃完brunch 然後跟我說他們要到了 然後因為那個bago加起來很近 我走路就到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出門吧 然後這應該是我有史以來 就是天氣最差的一個vlog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vlog中間有沒有一天是晴天耶 今天早上甚至還在下雨 我的心情很深受這個天氣影響 但是天氣預報顯示好像明天就開始晴天了 所以終於可以得到一些緩解 打招呼 打個招呼 你是誰 你乾的乾的不是這樣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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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的乾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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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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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你的女孩 Bad boy Bad boy 讓我跟你說掰掰 Yo 這個影片不知道走這個樓梯幾次 一直來 嗨我們出門了我們現在要去 K town吃晚餐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本來的約是說 因為我最近心情很差就想說叫他 不要喝酒 但沒想到我昨天喝成這樣然後今天整個大 他就想說你什麼意思 你的狀況那麼差還趕來找我 對啊想說不是要喝酒嗎 那你現在是那邊 死氣沈沈什麼意思 所以我現在就是 搭起了我的精神要來跟他吃一個晚餐 然後吃完之後再看精神怎麼樣 可以的話也許可以再去喝一杯 不行的話今天就這樣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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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